欢迎来到《不爱就在爱》 我是妮华 我是方玉 今天这个case呢 我看看觉得好有趣喔 方玉说这是真实的case 那我想请方玉律师 先跟我们聊一下 好 我觉得 因为我非常羡慕她啦 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 分享给大家啦 那是不是你先生 不要看这一集 不要听 她不在乎啊 她知道我的浪漫放在哪里 所以她很安心 好 就是这样 我有个女性朋友 她很特别 那么她就是一个非常恋爱脑 她觉得一个感情里头 如果没有爱的流动 我在乎你跟你在乎我 这种很浪漫的一个过程的话 她觉得这段婚姻关系 对不起 这段亲密关系 就应该要结束了 所以她有一个习惯 是每到暑假呢 她就会到国外去 欧洲啊 到哪里 就会谈一段那个恋情 因此呢 她有一段 长达五年的恋情 是一个跟法国的 一个小男朋友在谈恋爱 所以她每一年都会去 法国谈这一场恋爱 那可能围棋一个月 维持两个月都有可能 那么但是 在这段前面 他们有个很大的特色 其他的时间 我是不会干涉你 我只在乎 我们这一两个月当中 能够享受到那个激情吗 享受到那种浪漫吗 所以就其他时间不会说 我为什么连续两天 又找不到你 为什么你有三天 我的滥讯你读了都没回 就没有这回事 不会有这件事 完全不论 她就给大家所有的自由 他们只在乎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这件事情 那她当时没有想到 跟她有一对一的 这种伴侣关系 可是呢 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 持续的五年时候 双方觉得够成熟 也觉得 他们是应该可以 形成伴侣关系了 那这位法国小男朋友 就愿意到台湾来 两个就结婚了 那她结婚的誓词 也非常非常的经典 我记得她那个誓词 我当时在看 他们是两个一起 讨论出来的誓词 就是我同意你台湾跟法国 有不同的这种文化跟背景 我们有不同的原生家庭 我们在此承诺 我们遇到了任何的文化 生活习惯的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愿意用理性的方式 来共同解决 面对我们婚姻中 任何的摩擦 意见不一跟危机的 所以她的誓词其实还蛮可爱的 然后当时她还穿了一个布鞋 去结婚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funny 非常 我觉得非常懂爱的一个 一个女性朋友 那是什么把他们两个 推向婚姻的 推向婚姻的原因 是他们觉得他们想要过 更长久的伴侣生活了 不再是那种 想过更长久的伴侣生活 对 然后他们也开始有了 一种信心 他们觉得他们是可以的 好 因此他们就有了这个承诺 就是说我们会互相开诚布公 但是 这一定不是结局 这不是结局 but but就是说后来他发现 他的老公在三个月 就发现了外遇事件 他对于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晴天霹雳 那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相当反差的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你不是不太在乎 他的交友状态 怎么一个外遇 还是一个婚姻当中的 一个 应该讲是最大的一个 推力 就是把他推倒的力气 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了 然后这个 你开始男生也不开心 女生也不开心了 然后后来他们就决定离婚 那这个离婚当然是一个好善 因为我就问了他 我说既然你可以这么 认为一个人的独立自由 这件事情是在婚姻 关系当中是不可缺的 那你为什么对于一个 背叛是如此的创伤 我觉得他说了一个 还蛮好的关键题 他就说我跟你讲 婚姻或者亲密关系 最重要的是信任 我并不会觉得你的 有情感上的流动 因此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这件事情很难过 但是我对于你不告诉我 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失望 所以他们在这个点上 才是真正的离婚 也不是因为外遇 而是因为你没有跟我开诚布公 我们的关系里头产生了持变 所以才做分手的 那离婚之后 可是已经非常多年 他们又回到好朋友关系了 就是说离婚之后 他们反而又回到 我刚才讲的 他们可以互相支持 互相陪伴的一种 很好 比朋友还更好的一个关系 他非常非常enjoy 所以这个女性 她对于她在关系里面 她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觉得她很清楚 这个还蛮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在上一集 提到恋爱脑 那是另外一个反差号 就是说什么是关系 不是重要是我要有这个感觉 我要在这一个身心灵的感觉里面 那这样这个人呢 就是我的关系对象 但是今天看到你 谈到你这个女性朋友 她的关系对象里面是 她认为那个关系的那块石头 下面那个基础是什么 所以当他们可以 在前面五年的时候 一年只有相距一个月到三个月 对 那他们彼此有一个共识 好 那另外的九个月 或者是十一个月里面 他们是 这个关系是 就变成另外一个关系了 对 对 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 对 这个比较少 这友伴跟情爱关系 在两个人单身的时候可以切换 对 在个短时间内切换 这还蛮少见的 我说在台湾 对 他是少见的 就是两种关系 他们在单身的时候 友伴跟情爱关系 他可以切换 而且切换的 他没有不舒服 通常这种不舒服 就是说有的时候 在切换的时候 我发现 我还是对于 他其他的私生活 我很想知道 想介入 不想被秉除在外 那这就不会是 一般的友伴关系 就是有那个 情爱的连结 跟羁绊在 那他们两个人同时 都可以这样子切换 这蛮特别的 蛮成熟的 我只是觉得蛮特别的 所以难怪这两个人 大概觉得世界上 很难找到彼此这样的 所以决定说 可以走入婚姻看看 有道理 我倒是没有想过 但是老师你怎么看 他进入婚姻关系 就反而崩盘呢 我其实在这边 我看的时候 因为这个case很特别 我有写下来 我觉得结婚 反而失去 友情般陪伴的 这个关系 毕竟他们有五年的 大多数时候 是有伴关系 或不关涉 或不隶属 我就不要用尊重这个字 因为尊重这个字 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字 我就先不用 那进入婚姻关系之后 也许这个法国男性 他在进入婚姻关系之后 他还保有原来做 有伴关系的那种 他认为我的太太 就是对这些都非常 understanding 对 我认为他没有那么无知 但当他在外遇的时候 他是用这一部分来自欺 那他为什么不开诚布公呢 他的老婆既然在 这五年当中 他们都有了一个理解 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关系里头 不允许的是欺骗跟谎言 那你为什么进入婚姻当中 你那五年都可以 为什么这三个月就不行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男性 他很多人知道不对的事情 他还是会去做 那为什么不敢说 这有趣 我觉得有趣因为 我觉得他可能带着那五年的一种 他觉得蛮不错的状态 那个状态就是 他有一个他知道 跟他有相对稳定关系的女朋友 但在相对稳定关系之外 当他的心思意念 想去接触别的情爱关系 的时候 他都还可以处处入入 他把这个 他把这一个 这五年来的这个假设 放到了婚姻关系里面 就他没有去了解婚姻关系 就不是跟那五年的 情爱关系一样 我觉得五年养成了 他一个内心的习惯 情爱习惯 就是那五年养成了 一个很固着的习惯 那所以他进到婚姻关系里面 显然这个男性 他把那个习惯 他还没有 态患过 但是这位女性朋友 其实他自己是 想得非常清楚的 对而且习惯呢 有时候会 我讲习惯主导我们的人生 而不是我们想的想法 也不是我们认知的对错 是我们的习惯 常常主导我们的人生 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在一个关系里面 有一个A模式 转换到B模式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意识到 你要开始切换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谈恋爱到婚姻这一件事情 他其实会切换到另外一个 比较多的就承诺关系 那这种承诺关系 我刚才一直试图要挑战一个 就是这个男性 你其实知道了 你的老婆是一个独立自主 而且很明白什么是爱的人 我觉得 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 他最明白 爱是一种互相分享 互相回馈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会让你感觉到 是快乐的 我也会是快乐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 相当明白这件事的 因为你看到对方的快乐 而因此你心里面 由衷的觉得很喜乐 很喜悦 对 他是很明白 这是爱的本质 对 他非常的明白 爱在这件事情的 很核心的本质 那么他进入了婚姻之后 他开始迟变了 那我们今天本来要谈的是 有伴爱情 老师这边要提到 好 什么叫有伴式的爱情 就是在长期的关系 或者就讲婚姻之后 激情会淡化消失 但是亲密跟承诺都在 那有人说 这是不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精神爱情 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强烈的 这个肉体合一的需求跟渴望了 叫有伴式的爱情 好 那我回到我这个朋友 他理论上是一个有伴式的爱情 老师觉得是 因为他可能在那五年是激情 因为他只要一年浓缩成三个月的关系 一到三个月的关系 所以那里头一定是激情了 然后进入到婚姻的时候 他某种程度就进入有伴式的爱情 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 我们对于爱有同样的理解 可是在这个关系当中 他还是出了问题 难道就不是朋友吗 可是他又脱离了婚姻的时候 他又可以是朋友 对 所以他 就是可能啦 我觉得这个男性 他本身对于 一个承诺里面伴随着某一些牺牲 他还做不到 对 所以那个牺牲就是享乐的牺牲 或是多方面情爱的 带给自己的愉悦感 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觉得 多方面情爱的人 他的那个愉悦 非常有可能 就是他从那里面觉得他 建立他自己 不过三号我是不同意啦 就是一个人从别人的反应 了解自己这个没有问题 但一个人要靠别人的喜欢建立自己 时间长久了 你可以看看你的人生会 会如何怎样 但简单来说就是 我觉得这个男性他 或许他在情爱上 他从来没有自我牺牲这个事 我喜欢老师这样的论点 那我也想要用一个角度来切 就是说我最近在看 齐克国的存在主义 他认为人有三个阶段 你是在晚上 又有时候我会满晚传讯息 你是看了以后早点就可以睡了 还是因为睡不着就看这个 就更睡不着 没有我都早上起来开始看 齐克国的 这是没有知识的人文的话 好啦继续啦 齐克国他有三段论 第一段论就提到的就叫享乐 就叫感性 也是那时候我们会需要的是 浪漫跟激情 这是人最基础的 所以老师刚才提到说 我们可能会借用其他人的关系 或其他的物品 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 来感受到 愉悦啊 愉悦感 那这是一个人最第一阶层的 一个叫享乐或感性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的时候 就进入道德或伦理 那其实就是进入婚姻关系 那婚姻关系是一个挑战 你对于整个社会 集体意识下 或包括文化的一个期许之下 你有没有一个能够承诺的责任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这个是人进入到第二阶段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呢 会去做一个别人可期待的样子 也维持着自己的状态 你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 协调的状态 这是一个很成熟的状况 当然到第三阶段就是到了宗教 就是基督意识啦 所以我觉得其他我在讨论到这个情爱的发展 跟人的个体化的成长 我觉得是相当值得做参考的 那我觉得像刚才那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在第一阶段 他走不到第二阶段 所以呢我觉得像老师讲的说 今天我到了这个承诺的时候 某种程度是要牺牲的 就是等于说你要做出选择 我们在讲绝望说 你成为自己选择成为自己 或者你不知道你自己跟你无法成为自己 这三个都是我们在人遇到的困境当中 那你在这里头你选择做自己的时候 就表示你要选择为这个选择做出责任的承担者 那我觉得这个男性朋友 显然他还在这个历程当中 但我觉得我的女性朋友是非常的成熟 所以他很知道爱的真谛是什么 他也很能够在一个有伴关系里头 就即便离开那个关系 还维系着跟他的那种柏拉图式的感情吧 不管他是不是爱情 但总而言之他的关系还在持续 而且我觉得刚刚如果说不要用牺牲的话 那我们再用一个比较浅一点的字眼 就叫做放弃或弃绝 那如果说你要一个承诺性的存在 但是一点点放弃跟弃绝都做不到 对那我觉得这好像你随便问任何人 这个都不可能并存的 对对 所以你只好放弃你的这个承诺了 好爱情至上有办事的爱情 所以当我们多听一个term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不会对于爱情或情爱关系这个字 只陷入一种想象 对 因为我觉得狭窄或单一的想象 真的会在人生里面 会自己给自己的内在制造很多冲突 然后我也很喜欢自己 我又来强调爱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你是希望对方愉悦 你也希望自己是愉悦的一个状态 那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爱的一个想象 好不爱就散不要忘了 希望你能够介绍你的朋友来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银灯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